哈喽大家好第三只眼镜带你看世界我是宁静 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2500年前的预言故事 这个故事呢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当年释迦牟尼佛传法度人在元祭前 预言了新的觉者将重新下世传法度人 并让他最信任的释迦大弟子大家舍 入定2000多年一定要等到觉者出现的今天 大家舍是佛陀十大弟子之首 尊者少欲知足常修苦行 故被称为投陀第一 大家舍出生于摩羯陀国 生下来便聚足了32项 聪明影物无人能比 八岁起便依婆罗门教的规定 学习五名四费陀 对逻辑学语言学天文地理数学文学 绘画雕塑歌舞等无所不通 但呢却性格奇异 常离群所居不喜何群玩耍 当财貌双全的大家舍长大了呢 父母邀为他选择一位门当户对而又美丽的妻子 大家舍一推再推 最后在无法推辞的情况下想了一击 自己画了一幅像 画像上的人跟自己打坐静观中出现的景象一样的女子 十分美丽 但又慈悲庄严 他把画像送去给父母说 如果一定要我娶亲 除非找到如画像上一样的人 否则宁愿终身孤独 大家舍的父母派人拿着画像到处寻访 大家舍没有想到 他的父母真的找到了一位长得和画像一模一样的美如天仙的女子 大家舍没办法 只能与这位也是家财万贯的富家女结婚 新婚之夜 新娘愁眉不展 经大家舍再三询问 妻子妙贤才说 我本来厌恶无欲 希望静修凡省 我父亲被你家财富诱惑 把我嫁给你 多年的愿望将毁于一旦 大家舍一听 喜出望外 心想 原来娶了一位同道众人 正合我意 两个人决定互不干扰 各自修行 夜里轮流睡眠 一人在夜里睡时 另一个在地上打坐 就这样度过了十二年 父母相继谢氏后 大家舍就出家拜 释迦牟尼为师 现在佛教中的经典 是释迦牟尼佛涅槃以后 弟子们回忆 和释迦牟尼佛在一起的时候 发生的事情 佛陀说过什么样的话 整理出来成为经书 那就更晚了 在佛教中流传着这样一个 跨越2500年的故事 佛陀的十大弟子之首的 摩克加舍 也就是大家舍至今还活着 他受释迦牟尼佛的嘱托 在等2500年的一个人 据经书记载 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 大家舍 遵奉佛陀法旨 来到基族山 他在基族山天柱封下的 华首门入定 等待未来佛慈士及弥勒佛出世 当时正值西周周孝王五年 公元前906年 此事呢 在武登会员大唐西域记 法显佛国记等著作中均有记载 譬如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 传说大家舍活到一百多岁 觉得在人世间生活实在令人厌恶 于是呢 就到王舍承西南巴里多的基族山 山有三丰毅力 壮四基族 他在山丰之间的盆地 席地而坐说 我既已神通历史身体不换 用粪扫衣 只扔到的这个垃圾堆 没人要的衣服 覆盖着 等见到下一节 弥勒降生成佛时 据传当时的国王阿都世王 听到大家舍入灭的消息 悲痛不已 曾来此瞻仰尊者一容 基族三丰自然开裂 形似莲花 阿都世王看见家舍端然入定 身上覆盖着天国圣花 庄严无比 待其退出后 山峰又自然合拢 根据早期的经典记载 大家舍尊者 现今仍然入定于基族山内 他要等待弥勒菩萨诞生于娑婆世界 滑手门呢 是基族山顶峰 天柱峰西南的天然绝壁 笔直陡峭 下连万丈深渊 宛若崖壁上镶嵌的一道大石门 滑手门高四十米 宽二十米 中间呢 有一道垂直下列的石缝 把石壁分为两扇 门的这个中缝呢 悬挂着距离大致相等的石 这就是石锁 这个眼口门昧清晰可变 就像是一座活生生的石门 传说呢 大家舍就在这石门里面入定打坐 佛经上指呢 万王之王在末世时 以弥勒这个佛号来拯救众生 法伦圣王是万王之王下到法界时的法号 人间称转伦圣王 所以释迦牟尼告诉他的弟子 法伦圣王也称弥勒 释迦牟尼佛还曾预言 在末法时期 他的法已经度不了人了 未来佛弥勒佛 也就是转伦圣王呢 将下世正法并红传一种不觉世源的修炼法门 其实呢 不只是在佛教中有关于2500年后 未来佛会下世的说法 在中国明朝的刘伯温也预演了弥勒佛下世 并对弥勒佛的样貌进行了描述 烧饼歌记录的是明太祖朱元璋 向刘伯温问国运的对话 其中呢 准确的讲到了土木之变 宦官乱政 清军入关 康乾盛世 清末及民国以后六百余年的历史 对皇帝朱元璋说了这么多未来的事情 刘伯温觉得不能再说下去了 毕竟天机不可泄露 但朱元璋还是不甘心大清的灭亡 还想知道大清之后更多的事情 还挺好心啊 刘伯温呢 被皇帝问的没有办法 于是呢 道出了未来世界更大的天机 有道是天机一路在何时 真相大显行一池 世人当物质 帝曰 末后道何人传 温曰 有诗为证 不向僧来不向道 头戴四两羊绒帽 真佛不在寺院内 他长弥勒源头教 帝曰 弥勒降凡在哪里 温曰 听臣道来 未来教主临下凡 不落载府贡官员 不在皇宫为太子 不在僧门与道院 将在寒门草堂内 燕南照北把金散 帝曰 清朝晋 你说的明白 是后人看 温曰 不敢进言 海运未开是大清 开了海运动刀兵 若是孕孕重开了 必是老水还了经 帝曰 老水有何吗 温曰 有有有 众道会下引进修行 大便小 老转少 和尚道把家人要 真可笑来真可笑 女嫁僧人 时来道 帝曰 你因何说道子 温曰 上末后十年 万祖下界 千佛临凡 普天星斗 阿汉群真 满天菩萨 南脱此节 乃是未来佛 下方传道 天上天下诸佛诸祖 不欲金线之路 南躲此节 消了果位 末后乐风八十一节 佛经还记载 转轮圣王拥有 与佛一样的三十二项七宝 是不用武力用正义 转动正法的轮 以此来支配世界的理想王 悠坛婆罗花在人间开放之日 正是法轮圣王下世传法度人之时 据佛经法华文句四上 悠坛花者此言凌锐 三千年一现 惠林音意 卷八载名 悠坛花 繁雨古意 恶劣也 繁雨正云 乌坛波罗 此云祥瑞 云意天花也 世间无此花 若如来下生 金纶王出现世间 已大福得利固 敢得此花出现 如今悠坛婆罗花 已经在世界各地争相开放 华首山石门后入定2500年的大家设应该也知道了 他应该也会找到在世的未来佛完成坐等2500年的使命 论语理人里呢 有一句话大家都听说过叫做招文道 稀可死矣 我们上学的时候呢解释成为了如果早上明白了道理 到了晚上死了也瞑目了 一个道理就足以让人瞑目了 这得是个啥道理啊 其实这里的道呢指的是宇宙法则 道家师父讲的道 佛家师父讲的法 实则呢就是高德大法 早上你听到了宇宙大法晚上死了也会瞑目了 为什么说这个呢 大家可以想想道理和法的区别 这世上有很多人会讲道理 有很多东西呢我们听了觉得嗯很好有道理 可是我们有没有为此而改变呢 其实我们觉得好的 但不能改变我们实际行动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道理 而真正能让我们感到敬畏的自动自觉去更正自己的言行 恪守的东西才是法 这里呢就引申出来了另一个问题 就是信的问题 什么是信呢 我们这里呢就留下这个问题 因为在这至暗的时刻 信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请大家都好好思考 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中呢 跟大家分享心得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下一期节目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精彩的预言 感谢您的点赞订阅分享 如果您有什么感想呢 请给我们点评留言 拜拜